基本法委員會主任 李飛在深圳解說中央對香港政改的看法 立場越來越強硬 而泛民就表示不能夠接受不合理篩選的方案 種種跡象顯示政改形勢嚴重 能夠通過新方案的前景並不樂觀 香港人應該如何自處呢 有四點是值得思考的 第一,要繼續和平、理性地發聲 一來真理越變越明 鄧小平也說過 他最怕全國一片鴉雀無聲 因為這樣只會令官方更不了解民情 決策更會脫離現實 即使說了得不到官方積極的反應 但是仍然要說 只要這個是主流民意 就應該凝聚起來 應該繼續發聲 當然,發聲的內容要紮實 不要煩煩而談 第二,香港人不要因為眼前紛爭而感到煩悶 不妨趁這個機會提高自己的公民責任感 只有人民不斷醒覺才可以促使官方合理決策 其實香港人正在爭取的正是當年共產黨向國民黨爭取的東西 民主派所做的東西正是當年共產黨所做的東西 例如政治捐款 當年共產黨在執政之前也接受過第三國際的外來捐款 1967年香港騷亂 北京也資助過香港的左派 這些都是有歷史記載的 多點了解就可以提高今天的判斷力 第三,應該有持久戰的精神 其實官方不少人認為 政改方案通不通得過都沒有大不了 因為通不過就沿用2012年的方法 官方仍然絕對控制 即使這次通過了官方的方案 但如果北京認為效果不好 到2022年都會按他們的需要再改 所以香港人應該認識到爭取真普選 以及實質的民主自由 仍然是要不屈不撓地辭之以行 第四,必須努力迴避歷史簡單重複 尤其是玉石俱焚的悲劇 眼前,我感到跟六、七年香港蘇聯 八、九年北京民運的前期氣氛很相似 在官方的推動之下 民意越來越對立 甚至有官方鎮壓的可能 所以,各方必須努力避免武力衝突 抗爭是可以和平進行的 民主路畢竟漫長 這次爭取不到不等於從此絕望 即使這次原地踏步也要保留實力 存在就是勝利 抗爭可以不怕犧牲 但不作無謂的犧牲 官方更必須明白 政治的最高技巧就是在關鍵時 作出不失立場的彈性處理 畢竟由現在到明年中投票之日 仍然有九個月時間 必須善用進退有道 中國歷史上很少通過談判 來解決政治紛爭的例子 這次就要考驗中國人的政治智慧了 而言之這次是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